哎,这岩浆怎么过呀,只能大桥了 What,什么情况,史蒂夫,你怎么在岩浆上划船,这不科学 What,我史蒂夫又来MC了,兄弟姐妹们,我要去制作一把铁鞘,挖点泥土去,走你 What,怎么回事,我把铁鞘吃了 What,这怎么回事啊 What,我再制作一把 What,什么情况,谁能告诉我这咋回事啊 Ah,すごい 哎,让我们制作一个墨地传送门框架,接着挖个大坑,放进去一堆村民 现在开启传送门,走你 村民哪去了,进墨地了,继续看看 What,我去,这是什么造型啊 好家伙,村民来墨地了,兄弟姐妹们,觉得科学的请赐予视频一个点赞好吗 觉得离谱的请将离谱打在公屏上 What,让我们放两块玻璃块,一边放上鸡烟,一边放上活塞 OK,现在我们要制作一个铁傀儡 再放上一个活塞,接着放一个村民进去 连接上红石粉 放上拉杆,走你 What,村民傀儡 哎,妙啊,屏幕前的你学废了嘛 What,接下来是指令时刻 在无任何模组的前提下,教大家生成不同颜色的小狗狗 首先让我们准备一上若干染料 接着打开控制台,输入一下指令 噔噔,一只红色的小狗狗 变蓝 变紫 粉色,黄色,绿色,白色,变黑 怎么样,屏幕前都已经学废了嘛 接下来我们拿出一块牛排,吃吧,小可爱 哈哈,现在变成大黑狗了 啊,すごい 来个狂动了,兄弟们 挖点青金石,放上工作台 中间放上空瓶子 四周放上铁定和青金石 噔噔,一瓶药水合成完毕 让我给大家展示这瓶药水的功效 没错,它就是经验药水 矿挖的差不多了 这么多红石粉,将它们合成红石块 接下来我要制作一个你们绝对想不到的东西 噔噔噔噔,红石胸甲 平前的你见过这种胸甲吗 现在我要合成一些书架 看好了各位 用书架合成一个书架腿甲 再来一个书架头盔 书架靴子 你们说这科学不科学 好了,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点个关注哟 点关注不迷路